她这样文弱的女生 却要挑战从没人做成过的 韭菜收割机 那个是有问题是吗 对了 我看一下 有点堵了 韭菜脆嫩男哥 她能做到吗 不能雷红杆 产品很大 不喜欢院子 是不是咱们这地有点太湿 一比这料也行 觉得还挺失望的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经收旨在 桃李坚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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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咱们国家 最传统的本土蔬菜了 中国人已经吃了好几千年了 这文人莫克的美食笔记当中 总少不了它的形象 韭菜还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可以一茬一茬地接着去割 一直以来都是手工割 但是现在有了这么一台机器 可以帮助我们用机器割韭菜 我叫侯秀宁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工学员 林一鸣再度博士研究生 我喜欢搞科研 以爱种地 田地是我的花园 山石是我的家 我发现这个韭菜苗收割是一个难题 因此我就想模仿这个人手 抓韭菜这个动作以及切割 然后模仿这个原理来做一台韭菜收割机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台机器 是我跟我的校外导师 维方科技学院的刘炳昌老师 一起合作的 这台机器割韭菜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爱发明的编导小缝 接到报名信息后 前往山东省维方市的寿光市 去一探究竟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那个韭菜收割机 对 我们正要在这儿试试机器呢 侯秀宁和刘老师借用韭菜种植户 王姐的地准备试歌 看来要试机器先要说服农户 王姐告诉我们 当地割韭菜很有讲究 割刀要快 割茬要齐 割下的韭菜要摆放整齐后打捆 显而易见 人工割韭菜不仅劳累 而且在技巧上有要求 那么机器是怎么做到 割韭菜的呢 这台韭菜收割机 由符合装置 加韭菜的高筋棉 割刀和传送带 四部分组成 虽然看着简单 其奥妙之处 就在与几个部件之间的精妙配合 前面的符合装置 温柔扶正韭菜 然后高筋棉像人手一样 将韭菜捏住 下面旋转的割刀 瞬间将韭菜割断 割下的韭菜被高筋棉捏着 马上转向 乖乖躺倒 穿过机器被传送出来 割韭菜就轻松完成了 测试开始了 机器设计得如此精妙 能像人工割韭菜的效果那样好吗 刘老师谨小慎威 缓慢开动了机器 将符合装置和一行韭菜精准对齐 生怕机器歪了割不好韭菜 随着机器的缓慢前行 韭菜被割下 由高筋棉加持着向后输送 先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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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为什么说机器不成功呢 原来是割下的韭菜掉地上被踩到可能就卖不出去了 可能雷公杆差别很大不行用 插口不行啊 这怎么都烂了呀 这个割的 不是应该齐齐的吗 这个是咱们我们现在是刚进来这个地 然后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刀口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就导致对韭菜有一个二次切割 给您再看一下 再试试吧 再试试 转容是指着不行啊 可以可以 咱们再试一下再看一下 您用人工割的是什么样 我给你割一下你看看 你看你看看 是人工割的刀口 对这个比较齐 侯秀宁调了一下切割的速度 准备再试一次 停 停一下停一下 在这堵了 那个是有问题是吗 对 我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韭菜怎么堵了 我看一下 怎么堵在这儿不往后走了 这边真的是有一点堵 好像这个轴有点缠了 你看 对 这边有一点缠 缠在轴上了 韭菜为什么会堵在机器里呢 是偶然现象 还是因为切割速度调快了 韭菜淤积而传送不出去呢 看来还要继续验证一下 这次打开机器盖子来测试 要仔细看个明白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先试割了一小把韭菜 似乎没什么问题 继续前进 继续割 割下来的韭菜 似乎很乱 这是又堵在机器里了吗 韭菜 韭菜 韭菜了 韭菜 韭菜 韭菜了 韭菜 韭菜 你缠着点轴上了 韭菜依然堵在了传送带中间 并缠在传动轴上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把这个传送带增加摩擦力 老师您说摩擦力 我想一下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地 有点太湿呀 我觉得因为我看 今天就是刚刚已经 刚刚浇过水 您看这边水还挺多的 是因为传送带的摩擦力不够 使韭菜带不出来 还是因为地面潮湿 韭菜含水量高 和传送带产生了年连呢 这些猜测 让刚才还信心满满的 师生二人 都满脸愁容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去 再修理一下 确实效果不是特别好 目前看来这一次 第一次测试已失败告终 过了一段时间 侯秀宁说 他们的机器改好了 编导小冯应邀来到 维方科技学院 这个机器咱们这次改成怎么样了 首先第一点 就是您可以看到 冯导 就我们这上面贴了胶条 想增加一下这个 韭菜跟这个皮带的摩擦力 目前我们可能只是属于 试验阶段下 先试试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后续我们再做一个 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收送装置 另外 之前割下的韭菜 是平铺在地上 容易被踩烂 这次在后面 加了一个收集盒 方便把割下的韭菜 收集起来打捆 机器改进完了 咱们试过吗 还没有呢 是吗 对 要不咱去试试吧 行 可以 现在去 行 好嘞 机器改好了 大家来到上次的韭菜地 再次测试 这次机械工程学院的马军院长 也来一起测试机器 并决定组织一场割韭菜比赛 向菜农展示他们的新机器 您干这个干几年了 干了一个失了娘了 我们不能输给你们的机器 马老师 那咱们都准备好了 人也齐了 这边呢 是机器队 这边是人工队 咱们的代表 王姐 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比赛的规则 非常简单 就是我身后 机器队和人工队各一个席子 谁先搁碗 谁先获胜 比赛场地这两棋韭菜 每队各个一棋 马院长是裁判 比赛规则是 将韭菜搁下来 而且要打好捆 再运到地头 先完成的一队算获胜 好 预备 开始 加油 开始搁了 机器队和人工队同时开动起来 机器一开始就冲到前面 一行韭菜迅速被割掉 人工队也毫不示弱 八位经验丰富的队员 沉着冷静 迎战比赛 说话前 一盒韭菜马上割满了 侯秀宁赶快更换收集盒 师生二人十分得意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照这速度 眼看机器队就要以压倒优势胜出了 人工队的王姐突然喊 别搁了 这是要认输吗 搁也不齐了 这机器搁的 怎么不齐了 搁的搁也不搁 搁也不搁 搁也不搁了 这个是搁得太高了 搁也太高了 这个呢 就这样 这样就行了 这个合适 这样就行了 你搁的这个太高了 高了 低一点 你看 好 原来是韭菜的割茶太高了 于是刘老师马上调低了 割刀的高度 割刀调低后 韭菜机能正常割韭菜吗 我看还是不行 不行不行 还是不行 有高的低 这边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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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个后面是刚刚不成本镜 对 这个后面可以 买买的一箱 又搁满一盒 机器也稳定了下来 机器队这边 看似非常顺利 沾上胶条的传送带 的确能把韭菜带出来 可不知为什么 韭菜的重心似乎不对 横七竖八 排列并不整齐 此时 赤生二人忙于比赛 根本顾不上这一点 人工队这边 有条不稳忙碌着 搁的速度和机器队不相上下 已经搁了有三分之一了 机器队由于刚才耽误了 时间落后了 现在也加速前进 赶超人工队 这时机器的声音似乎不对了 韭菜也止净不出 机器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刚才还信心满满的两人 顿时紧张起来 赶快停机查看 打开机器一看 堵得严严实实的 满满都是韭菜 这次堵得比上次更加严重 机器还能修好吗 接下来的比赛 还能顺利进行吗 在机器队修机器这一会儿 人工队已经割完将近一半的面积 超过机器队了 为什么又出现了之前的堵塞问题呢 沾上了胶条 试用还可以 现在为什么又堵了 一时找不到原因 只能先清理一下 硬着头皮继续比赛 怎么还是堵呢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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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打将就打了 今天龙机将就行了 它的搁捏一龙的时候 把这一龙弄倒了 把它弄倒了以后 它的机器不往里堵了 你看我们第二行 就是会跟第一行相比 就是问题比较多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 第一行搁的时候把第二行给压倒了 然后我们再做第二行到收割的时候 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经过三次启动 两次调试 机器最终也没能成功搁韭菜 比赛无法进行下去了 马院长建议停止比赛 这是不是呀 这个韭菜 割了韭菜以后不往上走了 嗯 机器结束吧 不能不能再进行进行 嗯 回去再进行一些改进 这一块 这一块 没事 没事吧 那龙队这边搁了一搁了 那机器队太搁了六百之一 那龙队赢了 机器不好吃啊 通一样吧 通知们 不是赢了 我们 觉得还挺失望的 挺失望的 比赛的最终结果 就是我们人工最好胜 比赛结束时 天已经快黑了 面对菜农们期待的眼神 师生三人越发觉得惭愧 连夜测试机器 想弄清楚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是机器本身存在问题 还是机器与韭菜 行间巨部匹配的问题呢 第二天一早 侯秀宁又联系 更换了一块韭菜地 测试机器 这块韭菜地很干燥 而且行距看上去 比昨天的宽一点 由于之前怀疑地湿 和韭菜长得太密 对机器造成的影响 在这块韭菜地测试 结果会怎样呢 秀宁和老师 想尽快弄清楚 是否因为韭菜倒幅 导致机器堵塞 师生二人 神色凝重又紧张 专注盯着韭菜机 生怕有任何闪失 割下来的韭菜 似乎没有被高筋棉夹住 直接掉在一边了 随着掉下来的韭菜 在机器中越积越多 并缠在传动轴上 形成了堵塞 此时师生二人 似乎看出了端倪 走到机器前面 仔细观察 还是和昨天一样 韭菜依然是一团团的 横七竖八输送出来 缠轴和堵塞的问题 紧接着又出现了 并且有的韭菜 从机器中掉下去 割过的地上留下了 不少掉落的韭菜 换了韭菜地 还是这个样子 侯秀宁和老师 满脸愁容 时间已快到中午 刺眼的阳光 晃得人睁不开眼 火辣的太阳 炙烤着大地 惹得人透不过气来 几次测试都找不出原因 侯秀宁和老师 感到十分绝望 他们几乎想放弃了 秀宁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观察了一下 韭菜被割下来 那一瞬间的状态 有了主意 原来是机器前端 夹韭菜的高筋棉 略微靠后 没能在韭菜被割下的 一瞬间将其夹住 导致韭菜有的掉落 有的横七竖八被带出来 于是侯秀宁马上改进 将高筋棉向前移动了五毫米 真是失之毫里 没有一千里 就差五毫米 机器就无法正常工作 那么改好的机器 能正常收割吗 对 你看 特别好 好整齐 好慢 太好了 眼睛这 可以走 真奇 而且非常整齐 而且之前我们的问题 就是没有韭菜 不是一直掉吗 我们现在就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它就是运送得非常及时 而且摆放得特别整齐 在这块地测试成功 昨天那块地不一定能行 侯秀宁决定 再和昨天的阿姨们比一次 这次比赛能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 好 加油 加油 今天的比赛规则和昨天一样 还是每队各一起韭菜 割完后捆绑好搬到地头 速度快的一队获胜 人员也和昨天一样 机器队两人 人工队八人 裁判 还是马院长 这次比赛 机器有改进技术的加持 效率明显提高 韭菜排列整齐 均匀输送出来 师兄两人明显赶不上机器的速度 忙不过来了 加油 加油 快点 小娘快快换 快点换格 人工队有了昨天的比赛经验 也信心百倍投入到比赛中 看着气势 不输机器队 这次机器割得不仅速度快 而且割茶也很整齐 几乎可以与人工队媲美 机器队快速地割完了第一行 人工队这边刚起步 第二行开始割了 有了第一行的质量基础 刘老师放下了心理负担 越割越快 眼看又割了满满一盒韭菜 秀宁马不停蹄 更换收集盒 师兄配合默契 韭菜机飞速前进着 第二行韭菜也割完了 开始割第三行 韭菜机就像个吃韭菜的小摩托 欢快前进着 好像变魔术一样 刚吃进的韭菜 马上又从机器后面 整齐地排队出来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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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机器割得太快 不得不暂时停一下机器 整理割下的韭菜 韭菜源源不断被割下来 刘老师越割越顺畅 侯秀宁手忙脚乱地运韭菜 瞬间变成韭菜小达人 抱着韭菜快速奔跑的样子 紧张而投入 就像在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 人工队根本没想到 今天机器队不到十分钟 就割掉三行韭菜 割茶也比较整齐 而人工队这时 只割了大约十分之一 稍微停一下了 稍微停一下 稍微停 机器队已经割到第四行了 看到俩人忙不过来 围观的村民也过来帮忙 人工队有些着急了 速度逐渐加快 他们割韭菜都是一把一把的割 所以把韭菜打理整齐 是他们必须的工序 这就会耽误不少时间 推进速度比较慢 目前割了大约六分之一 我们人工队要加油了 加油 人工队 这边侯秀宁抱韭菜 捆韭菜换香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 秀宁和其他生活在 城市里的女生一样 没干过这种 跑来跑去的搬运工作 平时要么在实验室 做研究 要么在农田里做调查 这次比赛真是拼尽了全力 人工队紧盯着机器队的进度 手里的活也不停歇 人工队生怕落后于机器队 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 机器队胜利在望 就胜最后一行韭菜了 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旁边的支柱对机器造成妨碍 难以通过 他们还能赢得胜利吗 人工队割韭菜经验都很丰富 怎能甘心输给机器队 大家手里的速度不断加快 眼看人工队这边的韭菜 也越来越少 已经割掉多一半了 刘老师似乎掌握了要领 歪斜着将最后一行韭菜成功割完 刘老师 咱们这边割完了是吧 对 那咱们还得把这个韭菜绑好了 像人工队那样 咱们才算赢好不好 好的 人工队咱们还得加把劲 他们还没有绑韭菜呢 咱们加把劲继续割 继续割 咱还有赢的可能性 好 光割完还不算赢 比赛的要求是割完后 要将韭菜绑好放到地头 才算胜利 师生二人绑起韭菜 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面对乱七八糟的韭菜 无从下手 抱的就不行 加油 别紧张 别紧张 确实太难为他们了 想绑好韭菜 还要特别训练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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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过去 韭菜抱的 你头上去 就结束了 人工队这边 也在争分夺秒 尽量多割韭菜 追赶机器队 人工队 加油 快点 快点 加油 快点 咱们赶紧放过去 赶紧把韭菜放过去 放过去就结束了 马上就要结束了 放过一边来 机器队这边 最后一捆韭菜 眼看野芒好了 最终哪一队会获胜呢 快点 还差一块 快快快 马上结束了 快 还差一块 机器队这边 割完了一起韭菜 人工队还差三分之一 没割完 有了割韭菜的机器 帮农民解决了劳累的问题 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自己农业技术的 不断进步 已经让韭菜呢 可以一年四季 都提供给我们的餐桌 和市场上来进行食用了 而如今 不仅仅种植方式 管理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连收割 都已经跟过去 有完全的不同了 好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